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花东多元音乐福祉计划 今年迈入第六年也是之后一年了 委托花莲县客家爱乐协会在花莲台东举办相关课程 经过三个月密集练习歌唱创作 花莲厂发表会及颁奖典礼 24号的晚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的演艺堂举行 金曲歌手王洪恩、罗文玉也现身和学们同台欢唱 110年花莲县音乐创作工作坊继歌谣传唱花莲厂发表会 24号晚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演艺堂来登场 今年音乐创作工作坊有13名学员 歌谣传唱班阿美族25名、新住民21名、客家21名和民格20名 共计103名的学员参加今年的课程 而今年音乐创作工作坊以疫情下的距离为主题 产出了10首甚至在地特色的词曲创作 最终由专辑监制罗文玉及活动代言人王洪恩 推选作品收录制作成CD专辑来呈现 金字幕志愿者 王洪恩 演唱 expos glorified 比则 歌謠傳場方面各組別也都賣力演出獲得了滿堂彩 多元業物資計畫很成功 我們謝謝我們所有的老師所有的參與者 謝謝王柏文繼續還在給我們支持 活動最後大家一起齊唱玩具歌也期盼這個計畫能夠持續下去 讓花東多元族群的音樂型態能夠傳承與持續推進下去 記者劉明勝花蓮市採訪報導 好 好 谢谢大家